太平洋战争2.0一觸即发了吗 我们给大家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接受CBS的时候直接讲到一个重点 中国已经具有世上规模最大的海军 可以用来侵犯台湾 接受这个访问之后你就不难理解 后来G7的外长会谈 每日双边都同意加强合作一同志终 中国大陆解放军是他们共同的对象 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要请校委来告诉我们 到底每日同步看到了共军什么样的信号灯 让他们如此紧张 好 其实我们看到前几天 就是大陆海军节那一天 那天习近平到了海南岛 主持了三艘军舰的陈军联礼 其中包含了两栖攻击舰 然后也包含了一艘055的大型驱逐舰 还有一艘是长征18号的弹道飞弹潜舰 这个长征18号弹道飞弹潜舰 它本身它是上面配备了大陆的 我们讲到前舰所发射的弹道飞弹 也就是巨浪系列飞弹 最近大陆既然里面有媒体也说 这个长征18号对不对 当然是由南华早报报的 因为为什么南华早报 当然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 大陆官方的背景 所以他说当时 这个是南华早报讲的 他说那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72周年陈军那天的长征18号 它上面装的巨浪是最新的巨浪3 其实我们知道大陆的巨浪是改良至于什么 是改良至于他们的东风31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其实早就已经传闻说 大陆在研发更新的巨浪3 而这个巨浪3是改良至中国大陆更新的东风41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而这个东风41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其实跟东风31差异在哪里 东风31如果说今天你在海南岛发射 它最大的射程大概都到哪里 它其实射程大概只有7200到8000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 它其实是一个中长程 是一个长程飞弹 然后这个长程飞弹 如果说你今天从海南岛打的话 7000多公里 大概了不起打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它还打不到夏威夷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巨浪2的话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是巨浪3 那个巨浪3它现在号称 就是说射程大概可以达到 1万2000多公里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 你从海南岛这个地方打 打到美国的这个西岸 这边有说你看至少需要 1万2500公里 但是巨浪3本身 它本身射程能够达到1万2800 为什么 因为巨浪3做了非常多的改良 这个就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一个嚇阻意义了 你的意思说它的前身巨浪2 巨浪3只能打8000 8000公里的意思是 我如果我不出第一岛链 我在这边打 我连夏威夷都打不到 所以我得把它突破 突穿第一岛链 我才可以够到你美国西岸 对 而且突穿第一岛链 说真的看起来 你从海上这样过去 说难不难 但是其实并不简单 为什么 第一 美国其实在日本 这一带建了 一直到琉球为止 建立了一个水下监听阵列 也就是这个水下监听阵列来说 虽然说到台湾这边断了 到菲律宾这边基本上也是断了 中国大陆你说 它射的潜舰 可不可以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可以 穿越巴士海峡 然后进到第一 第二岛链之间 甚至越过第二岛链 到中太平洋 为什么 因为它8000公里的射程 你一定要到中太平洋打 才能打到美国西岸 因为你看 如果它从海南要打 你看如果要能够打到美国西岸 要1万1 然后打到 覆盖整个西岸要1万2千5 然后打到美东的话 1万4 当然我刚刚讲到 如果你今天有 这个1万2千8的话 你从渤海湾发射 越过北极 根本不用出第一岛链了 越过北极 然后它就可以打到美国这个全境 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你现在新的 这个巨量三型的话 它从渤海发射 其实对美国的核威者 基本上就是已经针对 美国全境都已经达成了 那你说这个巨量三 为什么能够号称 打到1万2千8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它这个巨量三在研发的时候 很可能大幅接近了 美国跟法国的 这个弹道飞弹这个技术 像比如说以美国来讲 美国的这个三叉戟飞弹 它在发射的时候 大家都会注意到一个东西 它这个三叉戟飞弹 你看它前面会有一根这样伸出来 这根伸出来 它其实是我们讲到 就在空气动力上面来讲 它可以减少它的这个阻力 让它这样一个飞弹 在那个上升阶段的时候 能够让它的燃料的这个效率 能够更有效率 因为你看 这样这一根杆子这样伸出去 它能够减少大概50%的 这个空气阻力 那我就可以飞得更远 更省燃料了 对 相对来说你的弹头 就可以飞到更高 然后能够飞到更远 而且它相对来讲 它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它弹头不用做的尖尖的 它甚至可以做相对 比较圆比较顿 然后让里面装更多的这个弹头 所以他们现在说巨量三 很可能里面装有10颗分岛的弹头 也就是装有10个弹头 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从博海安分发射过去 经过那个北极 然后打造美国这个东岸的话 这个时候 如果它有10个分岛弹头 在经过阿拉斯加的时候 会让美国的这个中段的 这个拦截成功的几率 大幅下降 好 下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西方三大主流媒体的警示 都说同一件事 台海亦或是台湾 将会是地表最危险的所在 沿尤在尔 观众朋友先来看看 居然黑水沟台海 130公里宽 一艘橡皮艇 扑通扑通扑通 它居然可以偷渡上岸 这怎么回事 这艘橡皮艇 真是让我们破功了 怎么说呢 第一 像这样一个橡皮艇 当然那个艇主是说 因为他向往台湾的自由 就买一艘这样一个橡皮艇 而且你看旁边还有两条桨 然后他挂了一个这个悬外机 当然现在最让人 觉得那个鬼业是 你看他从福建的石师 还横跃整个台湾海峡 大概基本上来讲 大概整个航程 大概快100海里 这个时候如果他今天本身 用的是200cc以下的 这个悬外机的话 的确他这个耗油量 大概差不多 可以让他大概用 大概约30几公升的这个油 就可以横跃台湾海峡 但是讲的也实在很奇怪 你如果说今天他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海巡 并没有跟我们讲 这个悬外机到底多大 如果说 而且他也带这么多桶油里面 他只用一桶 大概差不多30多公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推测他这个240cc以下 如果今天他是240cc以上 到640cc的话 他的耗油量会大 一桶油根本做不完 如果说今天他宣称 他是用一桶油就过来的 除非是240cc以下 你这样意思理解吗 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更大 就中间有人在把他放下来 对 我就是想问 有没有船把他送到中间去 而送他的船是什么船 什么动机让他 遂行这一次的任务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跟大家补充一段 我们为了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独家去追踪了执法单位 从他上岸开始办这个人 开始查这个人 你知道多诡异吗 他上岸之后他带了 一支iPhone手机 他们开始去查那支手机 里面什么App都没有 清得干干净净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历 对 所以你看 其实现在这个大陆对台 这个如果说要进行 武力攻击的话 第一个阶段 绝对可能不是直接先用 这个大军过来 地对地站到非常压境 在那之前 一定会有一个酝酿期 这时候酝酿期的时候 如果他利用这种灰色 非传统的这样一个方式 进行这样一个渗透 譬如说你看 他这样一艘橡皮艇 你看以这个橡皮艇来讲 海军其实很难抓 现在有人是怪说 你海军搞什么 过台湾海峡就被拦到 但其实说真的 这样的一个橡皮艇 它本身的雷达反射 非常非常的小 大海茫茫 它一点点而已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跑过来的话 是要靠海巡在路上 利用类似这样 红外线的追踪 那个红外线侦测系统 然后因为它本身 是会有热源 你看这个东西那么热 然后上面几个阿兵 在上面也是热源 你一定要靠这样一个方式 才有办法让它进来 但这次我们讲一个 烙骨的事情 今天要不是他在盘腿 坐在那边 跟那个工人举个手 说我把豆腰 可不可以分我一个便当吃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已经上岸了 对 其实真的就是 完全是渗透成功 然后我们刚刚讲 如果今天他真的 未来是在做对台攻击的第一步的话 他一定先透过像这样一个方式 让这些人来到台湾 干嘛当第五重队 因为第一 这些人上来以后 其实就是说 现在你要说 他上来台湾以后 如果有熟门熟路的话 他其实是有可能在当地 获得一些相关的装备 跟需要的一些工具 也有可能你看 像这样的橡皮 他可以自己带过来 对不对 自己带过来找一个 无人的海岸渗透上来 因为你看 之前军方的这些 县指部的副指挥官 然后他就讲说 这种偷渡客渗透 其实是大陆 对台湾来说 最有可能进行 真正作战轻功之前的 一个先期的这样一个作战 为什么 因为上来之后 他可以进行各种的 渗透破坏 例如像对指管通勤 电 油 交通 高山雷达站 渗透进行加以破坏 然后另外 他也可以攻击着特定目标 像比如我们雷达基地 或者是找这个军政首长 做干嘛 斩首 另外其实 他甚至还有可能带一个装备 以美国现在在这种 高科技战争的时候 其实美国进行高科技战争 还是需要事前有这些 特战人员渗透进去 干嘛 他要带一个雷射标净器 我们知道美军的GPS定位炸弹 J-DAN 雷射J-DAN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打一个 海上会动的目标 或陆上会动的目标 这个雷射J-DAN 这个炸弹丢下去 他一开始 他其实会只会集中到 一个固定的点 他当初释放炸弹的这个点 后面还是要靠地面的人员 用雷射标定器 让这个炸弹本身 能够接受到后面 他本身炸弹变换位置的 这样一个地 才能集中目标 好 我们看到了 当中国成为地表 最大海军的这个时间 美国做了什么事 他们居然在太平洋 展开了史上第一次的 无人舰队的太平洋大练兵 这一场大练兵 有什么样一个战略上的意义 这一场练兵 发生在四月中下旬 美国他第三舰队 他派出了 诸瓦特级的驱途舰 第二艘 然后带着无人舰艇 这个无人舰艇 你可以看到 他当时美国海军 这个无人舰 他在整个海军的 作战驱途舰之前 前面先进入 等于说在这个舰队之前 大概五六百公里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对于前方的海域 进行一个搜索 然后搜索到这个状态 他可以借由这个 无人舰上面的 卫星资料 战术资料链传输系统 先把他的这个资讯 上链给卫星 然后卫星收到以后 再下链给 后方的美军的驱途舰 或者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诸瓦特驱途舰 然后在这个时候 诸瓦特驱途舰就负责了 干嘛呢 应对或组织 相关的这个节级作为 像譬如以美军来讲 他们这一次 就实验到了 什么呢 利用这样一个方式 透过它后面的这个军舰 发射了飞弹以后 攻击500公里外 这样一个敌方的模拟目标 然后透过前方的 这个无人舰艇 持续提供 敌方舰艇的这样一个资讯 实现了我们称为一个 叫做A射B岛 就是说A军舰发射 但是因为它本身你看 已经完全在地球曲率之外 对不对 然后飞弹发射过去以后 到了这个目标附近上空的时候 再由附近的无人舰 来导引这颗飞弹 去击中目标 所以A射B岛代表什么意义呢 就是美国未来 它甚至于可能 藉由就是作战的时候 它真正带有人员 或是这种作战的 这些单位跟舰艇 不用太靠近敌方 而透过这样一个无人舰 导引跟这个攻击的 指向性的这样一个性能 让后面的这个军舰 发射飞弹以后 到无人舰能够指引的 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由后面的无人舰舰 对敌方的这个目标 进行导引 以及命令后方的这个飞弹 加以攻击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星文会员 跟郡向一起 挖针架